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今天是9月26日 星期二 感谢伟大的上帝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 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我们感恩 他的话语可以竭尽每一个人的身 心和灵 今天的信息题为 在祷告中 切力这切 你们中的一个 做基督仆人的一霸佛 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中 常为你们切力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备 能站立得稳 这是在哥鲁西书 四章十二节 使徒保罗提到以巴佛 称他常常激力这切的祷告 激力这切的 这两个词是如此的表述 为的是让人很好的理解 他究竟做的什么 以及他是如何做的 这两个词是来自同一个希腊词语 你可以这样理解这节经文 你们中的一个 做基督仆人的一霸佛 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中 常为你们征战 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以巴佛 在祷告中为他们征战 那么 他在于谁征战 当然不是神 因为是神先祭发他祷告的 神是聆听并回应祷告的 因此 神肯定不是敌人 从他的祷告目的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敌人的情况 他为各罗西的基督徒祷告 希望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完全 并且站立得稳 这一定是因为有一个仇敌 撒旦 在那里 试图阻止他们在神的旨意中成为完美和完全 他通过阻碍他们或试图阻碍他们 基督生命的成长来达到这个目的 保罗在以佛所书六章十二节中 描述了这些恶魔的势力 他说 因我们并不是于血肉摔跤 而是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黑暗世界的 以及在高处 属灵的恶势力摔跤 真是这些恶势力 蒙蔽了人们的心智 使他们偏离了神的真理 这就是 我们必须像巴弗那样的祷告中 为他们征战的原因 我鼓励你 写下 你可能注意到或听过 不在神话语中 光走行走或偏离信心之人的名字 并在祷告中 为他们征战 每天热气的为他们祷告 你会看到 写着的成果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打破黑暗的血量 对我的家人 对我的家人 朋友 和世界上 其他 尝未重生之人的影响 我祷告 他们的心智 和心 向主敞开 让荣耀的福音之光 强烈地照进他们的心中 拥抱神对他们的拯救之恩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经文 哥罗西书 4章 12节 一提摩太前书 2章 1至4节 加拉太书 4章 19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里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7000多种语言 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 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记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存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就想得上海本 谢你中国的以后来 所以我们 没关系 你也在赛类 我们现在买恨 处理 我来看看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